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 而两国的竞争领域则包含了方方面面 包括电动车辆的制造 拜登总统前往密歇根州参观福特公司的电动车工厂时说 电动车技术是美国研发出来的 但现在中国却成为世界电动车制造的龙头 美国必须重回第一 他的美国就业方案与国会参议院正在讨论的无尽边疆法 有助于美国与中国的竞争 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逸来介绍 邀逸 拜登总统在星期二的时候前往密歇根州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参观 同时福特也首次公开了他们最新的电动车的车款F150闪电 白宫在星期二的上午就已经针对电动车而发出声明 表示说电动车是全球市场未来的趋势 这个不只能够为美国家庭省下数千美元 并且减少碳排放还能够让大家呼吸清净的空气 不过白宫说明当中也指出 目前美国国内的电动车市场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而且到2020年的时候 中国已经有80万座的公共充电站 而美国只有10万座 那拜登总统在致辞当中则是说呢 电动车的这个电池的技术呢 当年是美国首先研发出来的 但是现在却是中国在制造方面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在福特公司的这个工厂是怎么说的 中国的车步他近期 than 中国人的车步是最大的目前为止 电化车是从中国的车步 大体车是以限量的车步 现在八个的加工柴力量的车步 对此而言 他计的车步是在中国的车步 不是那中断车步的车步 中国人的车步的车步是非常多有效 ca 更多的用量 那个全体操作 我们rage的大学院 福特公司的这个执行官呢 小威廉福特也在这次的时候 当表示说呢 福特公司可以在科技上应时质疑 例如去年新冠疫情严重的时候呢 他们的工厂能够马上改成生产呼吸器 那么现在呢 福特公司的工厂呢 也已经变成了一个 转型成为可再生能源的制造站 那他说他也很高兴 拜登总统愿意投资未来的电动车 并且呢 确保这些产品都是在美国生产 由美国工人制造的 他接着宣布呢 在未来这个福特公司在当地的工厂 将会额外再雇佣500名的新员工 而拜登总统说呢 必须要投资未来 将包括电池 半导体的晶片跟电脑元件 等的产业供应链都拉回美国 才能够创造有工会保障的 新的工作机会 并且确保美国在未来的 世界竞争当中 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现在的目标 Nous 우리는 No. 8 nous sommes No. 1 Nous ne pouvons que lesquels sont de soutenir. Le futur sera déterminado par les meilleintes minds du monde, ceux qui vontzerriir à nouveau. Et ils pensent qu'ils vont gagner. Mais j'ai une telle pour eux, qu'ils ne vont pas cette race. 我们不能让他们 我们必须移动快速 这就是你们在做的 五年内拨款一千一百多亿美元 由于基础还有先进技术的研究 将研究成果商业化 还有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 教育培训项目 那么这一份法案的主要推手 苏摩参议员在谈及 这份法案的重要性的时候说 或是要让中国共产党决定 5G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的道路 或者是让我们确保 美国可以先打阵 那白宫也马上在星期一 就已经表态支持 办案总统也发出声明说 这个法案是重要的一步 能确保美国在21世纪保有竞争力 文浩 感谢耀医的报道